她媽媽去年過了生 有沒有跟你談過她和媽媽的關係 她有說過她媽媽很疼她 還在這個世界上 沒人可以像她那麼愛自己 這麼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你沒有寫在報告那裡 可能就是因為這句話 就令她覺得除了媽媽之外 沒有人愛自己 就可以解釋她 為什麼在現實生活裡面 不敢去愛 要從一個幻覺拍拖 對不起,我真的沒這麼想過 我覺得李智洛的問題跟你有點相似 你記不記得你和我提過 你小時候媽媽打你 跟你說過什麼 連你媽媽都不要你 這個世界沒有人會要你的了 我和你分析過 這句話對你影響很大 令你覺得自己不可愛 再次來看看